8月3号晚,2019年文化中国,水利方碑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大赛总决赛在北京落下帷幕 来自芬兰赛区的华人歌手张文浩凭借一首上世纪80年代的经典歌曲《那就是我》获得成人组金奖 第一名就是文浩39.35分,恭喜 张文浩在赛后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音乐是自己一生的享受 能在华人中文歌曲大赛决赛的舞台上演唱《那就是我》这首经典歌曲 是圆了他一个多年的梦 音乐是我可以说是我一生的享受吧 这首歌我从小就喜欢 因为首唱原来是八十年代吧 是朱峰博老师第一次演唱 第一次听我就很喜欢上这首歌了 我就想我什么时候能够在舞台上唱这首歌 从小学的时候就在学这首歌 终于有一次可以展现在舞台上了 我四位小说门 朴实的歌词 优美的旋律 动情的演唱 张文浩将自己多年旅居海外的思乡之情融入到表演当中 当我在国外居住的时候 肯定是很思念家乡 每一寸土地 饮食 父母 这都是一唱这首歌就是所有的都能想起来 因为有的时候是不能保证每一年都能回国 像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 那只有胡同或者是乡间小路 那可能比你们体会的更深刻一些 真的是有牛车在那慢慢悠悠的走 所以呢 也思念家乡的小河 炊烟 赶牛的老爷爷 所以就这首歌呢也体现了我们那个年代的这种感觉吧 谈及参赛初中 张文浩谈言 相较于比赛结果 自己更享受参赛的过程 借此机会结识了一群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人朋友 是他此行最大的收获 报纸 有华人报 然后看报纸有这个宣传 我就报名了 报名然后就被选上了 重在参与嘛 不注重结果 主要是享受过程 这个过程真是很享受 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因为都是五湖四海来的朋友嘛 就是各种交流 他在那个国家生活的怎么样 你在那个国家生活的怎么样 那边缺什么 这边好在哪 就是这种交流比较多一些 张文浩说 回芬兰后 他会继续唱华文歌曲 让更多人听到华文歌 了解中华文化